众所周知磁力菇可以用磁力吸取僵尸的头盔等其他金属物体 几乎没有什么攻击力 轻轻松松被僵尸干掉 那么如果我们给它吃上三包金科拉 让它基因突变 磁力菇会变成什么样呢 第一包金科拉基因突变 磁力召唤师 它可以吸取全瓶僵尸的铁质物体 相比原来没吃金科拉之前 吸取铁质物体的范围增大了 但是还是很轻松被僵尸干掉 没有一丁点攻击力 来看看下一包金科拉它会变成什么样 第二包金科拉基因突变 磁力召唤师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我的身体内涌动了一堆奇特的能量 好像随时就迸发出了一样 超能电磁菇不仅可以吸取铁质物品 还能发出电流攻击僵尸 直接发生了质的飞跃 就算是单挑一只小僵僵 也再也不用怕了 第三包金科拉基因突变 我怎么感觉我的身体里面住着人呢 好奇怪的感觉 吸睛召唤师 每隔几秒时间 他就会召唤一只魅惑路障僵尸 替我方战斗 化敌方为己用 我已经很强大了 让我来出战魅惑路障僵尸 挑战一只黑橄榄球僵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